据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通报 截至7月13日下午4点 香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数连续多日激增 累计确诊个案总数达1521总 过去5日 香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近200宗 其中153宗为本地确诊个案 占确诊个案总数的77% 对此 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称 香港疫情第三波爆发已经来袭 应尽快堵塞漏洞及做好社区动员 否则疫情有可能失控 梁子超称 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疫情相对稳定 但世界疫情反弹给香港带来不少输入压力 再加上限制社交距离措施相对放宽 市民抗疫疲劳等原因 造成防疫漏洞 引致第三波疫情爆发 随着世界疫情的反弹 航空和船运 客户运交通 开始在过去一两个月恢复 而令到我们本身的输入压力大增 亦有一件事就是说 你所有的社交距离措施 就无可能永远持续 因为社会里面的经济好 民生都无可能支持到 就算我们的叫个人卫生的措施 戴口罩 在炎热天气上 都会有抗疫疲劳的问题 当这些抗疫疲劳的问题 和我们的输入压力 大家连在一起的时候 我想就是造成 今次第三波爆发的最重要原因 梁子超认为 第三波疫情对比起之前情况更为严峻 不明人头的个案在全港各区扩散 是前所未有的 这为香港抗疫工作带来新挑战 如果这些个案不断都还上升 表示我们社区传播仍然继续 我们这次其实留意到 就是说不明源头的个案 都扩散在全港的国区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上 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现象 这个情况里面 就比较上令人担心 还有你短期内 这么大量的不明源头的个案出现 其实也都反映社区上面的 传播源其实是比较多 也都可以肯定说 我们未必发现到所有的隐性 很多的传播源 因为有很多仍然是隐性 梁子超将抗疫工作比喻为救火 他认为灭火的关键在于全民动员 只有全体市民提高防疫意识 减少起火点 才能为政府抗疫争取时间 在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前将其控制住 因为你所有我们应急的东西 如果你一个火头 两个火头 做到 但如果你周围都是火头 那时候 其实你根本上是没有可能 用我们本身的应变能力 能够同时有效地处理 第三波是确定的了 但能否有效地控制第三波 我只要看 只要我们能够动员社区 能够迅速地反应 在越早的时间领备一个迅速的 或者大家执紧自己的个人为生 那其实我们仍然都是应该可以 在几个礼拜内将疫情控制下来 并且戴口罩的室内高危场所 应尽量避免 与家人以外的陌生人近距离接触 降低社区进一步爆发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